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上禮拜除了機眼版有出測試版本、預覽版本之外呢 其實Java版在他隔一天也有出快照啦 24W18A齁 不過更新的內容差不多啦 就是更新了繪畫嘛 20張繪畫全部都加入到Minecraft裡了齁 加入到那個Java版裡了 然後還有3張新CD 9首背景音樂 可是我覺得這些都不是這個快照的重點啦 這個快照的重點是 你可以自定義附魔囉 你不需要額外特別裝模組 就可以有這個附魔 新的附魔自己自定義出來齁 他的語法是用那個他的資料包 就是遊戲內建資料包 直接掛進去就行了啦 不過這個技術含量比較高 我這邊就不介紹怎麼寫這個技術 怎麼樣寫出一個自定義附魔 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自定義附魔能呈現出的什麼效果 首先要介紹第一個 就是增加方塊互動距離 也就是投票投書的螃蟹螃蟹錢 可以正式加入到Minecraft裡齁 你可以設計他的等級 我這邊的等級是5嘛 那表示1的時候附魔1 他就增加一個距離齁 最大有到5齁 你就可以增加5格 沒錯 可以打到這裡 這麼遠都打得到了 欸就是這麼遠喔 原本的距離只有到這裡 這裡就不行了 只能到這裡而已 現在換了之後 可以一路打到這裡 哇哇哇哇好遠喔 可以打到這裡欸 我的天哪 增加了5格欸 範圍就變超大的欸 哇真希望不要自定義了 Minecraft就直接加入好不好 第二個來介紹的就是 增加50%的速度迅捷啊 他可以依照你的等級啊 增加5% 10% 25% 30% 50%齁 甚至可以增加到 看你要多少走起路來就更快嘛 這個應該不用介紹啦 不需要走在什麼 靈 不需要什麼靈魂疾走 一定要走在靈魂沙上喔 這個就可以直接 走路速度就變快欸 感覺真棒 第三個 增加生命最高值 20% 隨著你的等級上升 增加的越多啦 穿上去之後 最高血量上限 就上升了 20就是多一排的血 哇哦 感覺更棒了欸 這個真的只有以前只有 那個什麼 模組才辦得到的附魔喔 現在全部都可以自定義出來了 第四個附魔喔 降低重力喔 重力附魔喔 穿上去之後呢 你跳的就會比較高 最弱的就會比較慢 那那個最大受傷的那個距離也會變長喔 欸 就是這個喔 感覺有沒有很棒 跳得很高欸 第五個呢 叫做漂浮喔 也就是 你拿著它 打到任何的實體 它就會 往上飄喔 跟那個 什麼火焰有點像啦 砍到就會燃燒嘛 這個是你打到 它就會往上飄喔 你可以把漂浮效果 附在劍上 表示任何的藥水效果 你都可以自定義到劍上面喔 像是什麼凋零阿 重骨阿 雜七雜八的阿 都可以用這一個附在劍上 你用這把劍去砍人的時候 就可以讓你砍到的生物 有附帶的效果喔 像是你看到的這些效果 全部都可以自定義成附魔型態阿 再來介紹這一個叫做 青角喔 最大行走高度上升1阿 什麼意思 表示你穿著它之後呢 呃 原本一格要跳嘛 現在你不用跳喔 你直接可以走上去喔 而且它就像是在走樓梯一樣 就直接走上去 有可能 附魔越高2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走上兩格 欸 那個 越大越好嗎 現在原本的是不行的 我也沒有按自動跳躍喔 可以直接這樣子 咻咻 欸 跳上來了 欸 好爽喔 講到現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什麼 那個 其實很多附魔在調整的東西 是調整你的屬性阿 譬如說我這一把 互動距離 這個就是屬性的其中一種喔 調整你的最大行走高度阿 重力阿 調整你的最大生命阿 這些都可以在屬性裡面調整 所以你就可以設計出一頂帽子 你戴上去的時候可以變大 或者是設計出一個帽子戴上去的時候 人變小 欸 這些都是可以辦得到的喔 而且在這個24W18A這個快照裡面 又多了9個屬性 稍微解釋一下這9個是什麼好了 分別是 著火實體著火的時間倍率 實體受爆炸擊退的降低率 實體無受地形減速的比率 實體無視水下減速的比率 實體在水中不消耗氧氣的機率 玩家潛行時速度倍率 玩家持有有效挖掘工具時的挖掘效率 水下的挖掘效率 很少攻擊的傷害轉移到很少的實體的比率 大致上是這9種喔 有沒有很多也是跟附魔相關的啊 像橫掃之刃水中挖掘水下行走 欸 是不是都在這裡面控制了 所以minecraft設計的越來越像 那個遊戲引擎了欸 就是製作遊戲的工具 不是在製作遊戲了 你可以自己設計出你想要的東西喔 就是這麼誇張啦 好啦 今天大致上都在講到這裡了啦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新增的自定義附魔有多麼的強大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下三層 我們下次Cor継了 我們 jump in Там humanitarian